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很多讲各种各样的全数的段落 那本书里面它也没有太多的让我们难以接触的东西 比如说它没有同时代的西方的其他著作里面充塞着的宗教的神学的背景 那么这么一本书 这么一本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非之无胜高论的这么一本书 它为什么在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上成为一个经典著作 那么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说这个马基亚维尼后来那么变成一个符号 马基亚维尼主义也变得具有了它特定的含义 那么这个方面的内涵我们谈到过 我们说常识上总觉得马基亚维尼代表的是那么政治和道德相冲突的那一面 好像它主张的是在政治上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 那么日常的道德的考量是不需要这个用来约束政治家 约束一个国家 约束一个政权的作为的 但是马基亚维尼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了很多争论 那么在比较长的时期内 马基亚维尼的形象好像是一个无道理的形象 是一个公然教授的人们 那么政治应该是邪恶的 应该要无忌讳任何道德的这个尺度来采取各种各样行为 它好像这么一个形象 但是后来那么这种情况有比较大的变化 人们对马基亚维尼也提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 那么我们说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发生那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出来的 马基亚维尼和道德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 马基亚维尼是道德的 还是反道德的 不道德的 或者是说它是非道德的 后面两个词 它都是两个否定的前缀 我们说前者的意思 他指的是他就是我们日常 比如说中文里面所说的不道德 他是这个邪恶的 他是认为政治家要不计邪恶来达到他的目的的 后一个词他指的是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也就是说马基亚维尼他是不考察道德的 他完全是把道德作为一个行为科学来看的 就好像比如说 拉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大屠杀的时候 那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参加了这个大屠杀的这个过程 大屠杀整个一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像工业化的流水线一样 把这个一个一个鲜活的犹太人制造成了这个史诗 而且对史诗还最大限度的家里利用 那么这中间的很多人他完全在后来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说自己干的是一个技术活 自己是从这个自己的上级那接触来的这个任务 在我这我要考虑的是完全是从这个技术的中立的角度来完成这个问题 所以我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上的或者说政治上的这个对手 我们可以说对马迪亚文理人们经常会有一种看法 就是说他的一个贡献就在于他把政治思想世俗化 他完全是把这个政治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 他完全把道德与政治相分开了 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 另外相反的看法是我们所说的 那就是说在道德上对马迪亚文理给予完全相反的评价 因为一个方面马迪亚文理公然的传授各种各样的和我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准则 相违背的种种的一个学说种种宗旨 另外一个方面会有很多人包括各种各样的宗教和这个学说的传统都认为 你不可能依靠任何邪恶的手段来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 任何美好的目的任何善的目的 如果是依靠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的 他本身就是可疑的 他本身的善 他本身的正当 就是应该受到怀疑的 那么还有一种非常正面的看法 就别的马迪亚文理是道德的 这种看法基本的意思是大概是想说 马迪亚文理当然是道德的 他鼓吹君主 鼓吹统治者 要摆脱日常道德行为的考量 他为的是完成一个最终的 更加这个伟大 更加赛 更加高的 更加这个层面更加上了一层的那种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 好像是为了大的德 你可以舍弃小的德 因为 即使我们在君主论里面 也会看到 其中偶然也会出现一些激情崇拜的段落 也会发现一些热情洋溢的君主 这种时候 大概都是马迪亚文理 主张 那么意大利人民 我们应该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意大利应该在一个果敢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完成自己的统一 而摆脱溢足的这个欺凌的这样一些段落 仿佛完成意大利民族的统一 使意大利重现古代罗马的荣光 这是马迪亚文理的毫无疑问的最终的目的 既然要达到这么一个最终的伟大的目的 那么现实的政治里面 那么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和日常生活的道德考量 不相容的这样一些这个规则 这样一些这个行为的选择 好像就是最正常不过的 我们可以说 这样一些解说好像都各自有它的道理 而且 从这个纯粹的这个学术 这个使得研究的情况来看 都各自有大人物来支持各种不同的主张 那么我们这儿不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只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大家 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同学来说 你自己做一番考量 在你的心目里面 马迪亚文理它和道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 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 也是马迪亚文理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史 或者说文化史上的意义 这是我们接着要说的一点 英国重要的思想家 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家 叫做柏林 就是一个犹太人 那么长期是在这个 已经把决定教我 我们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他的一本 中文的这个文句 那本中文的文句叫做反朝流 反朝流的第一篇论文 就是讨论马迪亚文理的 这篇文章叫做马迪亚文理的原创性 它的原创性究竟在什么地方 马迪亚文理 也就是说历来对于马迪亚文理人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说 那么在柏林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家 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家 眼里面 他是怎么来看待马迪亚文理的思想史的意义 来看待它的原创性的呢 柏林的大概的意思是说 那么在西方思想里面 从柏拉图以来一直就有一个传统 也就是我们那儿所说的意源论的传统 意源论的传统 它那是什么 柏林新波当中的意源论 指的是这么一种思想倾向 就是认为人世间 值得人们追求 值得我们向往的美好的价值 他们最终都是联为一起的 他们最终都是相容的 我们在达到一个美好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距离其他美好的价值 也就距离更近了 比如说在理想国里面 一旦我们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 实现正义 那么每个个体都能够获得 他所能够达到的最美好的生活 最美好的生活 和最美好的政治共同体的组织的方式 等等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对于所有的问题 可以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 一旦找到这个终极的答案 所有的问题都会隐忍而解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思维模式 不仅是在西方 而且在这个其他的文化传统里面 也是我们这个所熟悉的 但是柏林的这个最重要的这本文集 叫做反朝流 他反的就是什么朝流 他反的就是这样一种 一元的那种朝流 在他看来 西方的思想史上 也有另外一种传统 包括他本人所同情的 所赞同的那样一种传统 就觉得他是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 就说人他所向往的 所需要的 认为美好的值得追求的价值 是多种多样的 而多种多样的美好的价值之间 它们并不是这个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的 并不是说我离一个美好的价值更近的时候 其他美好的价值也会随之而来 相反的 人们可能同时都想望着的美好的价值之间 是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的 我们举一个最甜显的例子 环肥艳寿 我们经中国人爱用这个样的成语来说明这个 我们的审美观念 尤其是对人的这个审美观的这个不同 环肥和艳寿二者是不能够相容的 就比如说 真散美之间 是不是彼此相容的 在柏拉图那儿 这儿没有什么 没有的疑问 因为柏拉图所继承的 柏拉图的这个 所继承的这个苏格拉底的教导 就是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 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了解 那么你最后就能够完成你最美好的德行 然而在这个 别的人看来 也许 情况会是不一样 比如哥德就曾经有过类似的话 大概意思是说 一个东西之所以为真 就叉叉因为它不美 一个东西之所以为美 就因为它不善 我们可以想想后来的这个 现代主义诗人波德奈尔的 那本著名的诗句的名字 恶之花 美是建立在这个 建立在这个道德上的 这个邪恶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同时向往的很多东西 同时认为这样一些东西 都是我们值得 我们追求的美好的价值 当然这些东西中间 有可能会发生致命的冲突 它们之间可能不相容 就最世俗的最实用的层面来说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向往着 现代的这个 比如交通工具 通讯工具的便利 我们希望它发生 但是比如说 我听到过不止一个人感慨 在现代条件下 不可能有人做出莫扎特那样的曲子了 那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当时 连贯这个欧洲主要城市的这个油车里面 慢悠悠的 好几个星期才能从一个城市到达另外一个城市 只有在那样一种情境下 它才可能产生出那样一种风格的音乐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古希腊开始 人们就不断地讨论悲剧是什么 我们通常总会有人觉得悲剧是什么 恶的东西战胜了善的东西 黑暗的东西战胜了光明的东西 这就构成了悲剧 然而也许另外的看法 可以给我们定身的印象 比如说冯罗梦 无一的是一出这个杰出的悲剧 这种杰出的悲剧表现的是什么 表现的是同样美好的东西之间 人们最后必须做出这些抉择 或者说同样美好的东西 使得人们向往的东西之间 最后居然发生了这个 两者都不能做这个剧情下来的致命的冲突 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的生活 人们所希望肯定的道德观念之间 他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的 比如说一个人刚健有为 充满了进取心 充满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 充满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愿望 这好像在我们看来 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品格 但是我们还可以同时有另外一种品格 那就是强调的是谦卑 强调的是同情 强调的是爱 强调的是柔弱 强调的是无条件的爱所有的人 甚至包括你的仇敌 这样两种道德体系 它好像即使我们 无论处在更赞同哪一种的基础上 我们都会认为 完整的忠实的体现了另外一种道德体系的人 它仍然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仍然是让我们感到一种道德力量的召唤的 可以说柏林的这样一篇这个文章里面 他所揭示的或者说他心目当中的这个马基亚文理的意义在于什么 就是说马基亚文理很可能是不自觉的实际上标示出来了不同的道德观 不同的这个价值体系之间的充足和矛盾 一方面可能是类似于古罗马时期的那样一种道德 爱国 勇猛 尚武 刚健有为 公共精神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从中世纪以来直到那个时代 还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实际社会当中 那么具有莫大的影响力的 基督教的传承的道德 天卑 同情 仁爱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无条件的爱 甚至是爱你的成立 这样两种道德体系之间 它们会发生致命的冲突 我们不能够设想 一个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第一种道德体系的时候 他还可能同时是第二种道德体系的一个完美的实践者 而这两者至今至少在我们看来 即使我们是在西方之外的另外的文化传统 这样一种这个立场看来 它也仍然是这个同样的值得我们公共 所以马基亚文理在柏林看来 就是他不期然的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道德体系之间的成立 因为从对马基亚文理这样一个解释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思想里面的一些这个论真 所以我们稍微做了这样一点这个解释 上次课我们曾经推荐大家去看 写得非常早 但是我觉得还非常精彩的一本书 就是达生器的一本书 叫做《诸神复活》 你看《诸神复活》里面 也能够鲜明的感受到不同的道德体系 不同的人生理想之间所产生的这种传统 而这不同的人生理想不同的价值体系 仿佛在我们看来至少都是值得尽忠的 并不是谁比谁就明显的更加可取的 或者说异教道德 普罗马的道德 他和这个基督教道德之间的 这样一种成立 在达生器的身上 在马基亚文理的身上 他们都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我们回到这个马基亚文理 我们讲马基亚文理的时候 特重的是弹道 一种人性理论 一种对于人性的基本的预设 它对土经中外的政治思想社会理论 都经常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比较中国前提 各家的一些预设 我们甚至还举了当代的美国政治哲学家 罗尔斯的预设 我们来说明这一点 就是对于人性的一些基本的预设 它经常会成为一些理论的 或者是明确的表示出来的 或者是暗含着的那样一种假设 成为它的一个前提 但是任何理论 它都必然是这个 不能够完全的涵盖现实生活的 哥德爱颖的 德国的这个古老的名言是说 谚语是说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处 或者说有人翻译成生命之处长青 我们经常说 理论应该和实际相结合 理论要和实际相结合 就说明它永远不是实际 否则它就用不着相结合 它总是片面 它总是把现实 无比丰富的各种因素 抽取出一些部分来 我们不可能要求任何理论 涵盖一切 比如说一种理论 它向我们解释说 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我们就不能要求这同一种理论 能够向我们解释 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 在人们心目当中引起的赶贵 它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 也就是说 理论有所偏 有所欠缺 这是必然的 但是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 我们要求它应该尽可能的健全 应该尽可能的能够解释 它所要力图去说明的那种现象 这应该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比如我们谈到过 亚当斯密的那套理论 是资金为止 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的最有利的辩护 那就是在人性现有的条件下 市场还是我们所能够找到的 能够最有效的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这样一种手段 它的一个前提就是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 也就是经济人 他肯定是要追求最大利润的 我们可以说 并不是所有时刻 所有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的是说 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情形下 绝大部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 的确是按照这样的准则在行动的 否则的话 照我们所举过的例子 如果市场经济的主体都是进化源里面的君子 那么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根本没有办法站得住脚了 那么由这点出发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马加文力 乃至于对于中国先行的法家可以做一些评论 法家和马加文力对于人性都有他们同样的假设 那就是人性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趋力被避害 它完全是以利害考虑 作为自己进行行为的决定和选择的 唯一整则的 或者说人性是恶的 或者不用人性是恶的 这样的判断 至少对于他们看来说 人性的现实就是这样冷冰冰的功利的考虑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对于人性的考虑 的确是有点不健全的 我们如果要对他提出一些批评的话 一方面的确 正如韩非特和马加文力都看到的 那么人性在很多时候 他表现为是趋力避害的 但是也还有那么些时候 单纯的利害关系并不能够解释人的行为 还有那么些时候 那么人的这个行为远远的会超出利害的考虑之外 如果人性就是趋力避害的 那么威胁利诱 那么上罚二饼 那就会是最成功的统治处 会是任何希望利用人性的弱点来统治人们的统治者的不二法门 然而现实不是这样 比如说老子就说过 名不畏死 奈何于一死去治 就这样的时候 老百姓连死都不怕了 你怎么还用死来强迫他 会有很多时候 我们深切的感受到 在人类过往的和现在的许多重大的事件和举动当中 人们甚至是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得非常一般 非常庸俗非常普通的人们 他们也会表现出高贵的一面了 也会表现出超出了单纯的利害考虑 来进行行为的选择 来做出种种壮举的时候了 随便举点例子 比如说斯大林格的战役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力 一开始的它是这个战争呈现焦灼状态 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决定战争的命运的重大关注的时候 那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落地 每天开始是一个团 然后一个诗 后来是这个数十万人 所有的人都完全几乎可以肯定的说说 自己只要上了前线 毫无疑问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命给转送掉 但还有那么多人 无谓的投入到这样的弹子都有点允许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他们完全是因为厉害的这个选择 完全是因为这个功利的考虑来做出这样的行动来解释 大概就说不通了 因为对于人的来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死亡 对于最确定无疑的死亡的前景来说 还有什么比他更可怕的呢 但是人们在某种这个理想 在某种道德原则的面前 连死亡都变得这个退居其次了 都不成为最重要的东西 就比如好些年前曾经非常多流行的那个片子 泰坦尼克 那是中国这个好多年前开始有那大片的开始 我们都知道泰坦尼克是有 真有其事的 阿弗大学有主持有个图书馆 其中一个最大的图书馆叫做Vider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就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在泰坦尼克号上死了 他们家是非常有钱的人 他们家后来就捐了一个最大的图书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么这个电影有很多地方是这个 当然是这个文学作品 但有些地方是非常之低争的 比如说在最后面临生死选择的关头 那么很多人把这个求生的机会让给了父母和儿童 又比如说 船最后缓缓的停尽军水 所有的这个还这个留在船上的人都将会确定有一个将会死亡 我们那次的这个玄悦手 还在这个平静的拉着他们的这个玄悦室去 平静的这个迎接死 这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样一些人和平时的和那个时代的美国接触的这个普通的美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欧洲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在这个时候 人们身上表现出来的 你可以说 他的确是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利害 考虑的那样一些层面 我们可以说 你用那个帕斯卡 那位大思想家 大书解家帕斯卡的一句话 帕斯卡的思想录里面有一句名言是说 人既非天使又非禽兽 他的意思就是说 人他不是天使 他也不是禽兽 他不像天使那么高贵 充满了神性 但是他也没有禽兽那么规见 清华书书馆好像有一本书 就是用这个这段话的这个英文来作为这个书名的 是帕斯卡的一个传记 对于这个帕斯卡来说 用这句话作为传记 有点太简直它了 既非天使也非禽兽 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式来说 人既是天使也是禽兽 他可以是 他可以表现得像天使一样高贵 甚至表现出他光贵的神性 即使是这个普通人 他在特定的场所下 也会展现出让人感动的神性 他又是禽兽 或者说我们中国这个历来的骂人的话叫做禽兽不如 那么很多人的作为 那么面对禽兽来说 这时代是如果骂他们是禽兽 禽兽应该 如果他像人一样有表达着权力的话 会感到强烈的抗议和不满的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些不同的层面 是人性里面都具有的 而且也是过往的人们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上 在各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的 而一种这个社会政治理论 如果他把对于整个社会 或者说整个这个人类政治的原则 奠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基础上的话 我们可以说 他对人性的观察就是不见权的 因而他就是有他的重大的缺陷 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 也可以对马基亚文旅 或者说同时也是对 比如说韩徽子来提出的这个批评 我们都知道 禽兽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非常的成功 那么战国的这个末期 那么禽兽是任用了法架 最后是非常快的这个 完成了这个统一中国的任务 但是非常快的 二世而亡 禽兽上以后 那么这个禽兽二世很快 整个这个天下又重新这个土工瓦解了 我们可以说 禽兽的成功 它是法架的成功 也就是说你严刑并化 你以各种森严的法度 你以这个各种这个 束缚普通这个百姓的这个权术 来进行统治 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很大的成功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秦朝的这个迅速的失败 也表明了法架的失败 那就是人终究不只是一个趋力避害的人 人终究不是一个用赏罚用威胁利用 就能够完全掌控的驯服工具 所以这也是我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一点 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和西方政治传统里面 那么一再的值得我们回味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